上节课 我们讲了一下这个 就进场的一个 基本的逻辑啊 我们很多人啊 这个学交易 我们有一个误区啊 就非常大的一个误区啊 他总想通过 就总想通过这个 所谓的 技术 就解决 解决这个 所谓的就是 解决这个什么 精确的 进场点 这个问题啊 这个就是 我们很多人学交易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误区啊 他不理解 这个进场的背后的核心 什么东西 所以你就要通过这个 所谓的这个 一分钟啊 五分钟啊 或者 或者什么形态呀 这些东西 找一个就是所谓的 就是客观的 或者精确的 入场点啊 那么 那么你这种研究技术的这种思维模式啊 你会发现你会陷入一个迷宫是吧 就是没完没了的东西 他都是 就你怎么弄 他都不靠谱的东西 你会陷入掉的一个思维舞区里面是吧 那我们上节课啊 我们说这个进场啊 其实他最大的一个背后的一个核心思想什么东西啊 我们要理解他 就进场的核心思想就是一定要 一定要 限制你的交易次数 那么他这个背后的背后的思想就是什么 因为因为行情是有限的 是吧 你只有把你的次数降下来 那你这个交易 你的胜率 才有可能得到一个数学逻辑上的一个保证 是吧 那所以就是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 我们一定要把大周期看的原因 因为越大的周期 你的交易 频率 它的自然而然 它会降低的 是吧 那就是为什么 这样的话 就是你理解了这个东西的话 你也就理解了 就是为什么他们画一个趋势线 只要你别会晓得这个小 你的日线啊 上面你画一个趋势线 哎 他这个 他这个交易 做下来就能产生产生这个正效输益 那你也理解了这个东西 你也知道 它不见着是这个趋势线 说这要画 还是这要画 还是这要画 就你趋势线 大概怎么画一下 并不是核心是吗 核心是你有一个这东西 限制了你的交易次数 这个外界才是核心 我们很多人学交易啊 他就限制在这个趋势线 这样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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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纠结里面 其实你 你理解了这些东西 你也知道 我大概画一下都可以了 它并不是核心 没什么标准 只要我的这个东西 限制了我的交易 交易次数 它就达到了我们 我们这个进场的这个背后的一个核心思想 它就是 它符合了我们这个核心思想 这事就结束了 对吧 那么你说 我对一个非常小的这个机场 我去做交易 行不行 就短线交易 可以 这个因为这个市场 有很多人也在做短线 是吧 也做的可以 也做的比较成功的 也有 但这两个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创伤恢复模式 创伤恢复机制 这个课里面 我们把它也抛弃了一下 就你短线你要做好啊 你你的最后的一个核心思想啊 你要去限制你的最大 当日最大亏损和当日最大亏损的次数上 你只有把这个东西固化下来 你这个短线 你成功 成功 因为从技术上面 那个问题是无解的 但如果短线的话 你本能你现在准备学交易 你以前也没有做过短线 那你就不要去做短线了 你直接就学这个播段就行了 那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 你看我们见过很多 做过短线的人 他们是转型这个 转型这个 转型吧 转型就是往大周期转型吧 但是我们从来没见过一个大周期 往小周期转型的人吧 所以就是你要是重新去学习的话 那你不如就学大周期 因为短线你学完之后 以后你还要面临着转型的问题 你何必了 是吧 就没有必要 但是你说我短线 我已经做的差不多了 我这个积累已经差不多了 但是仅仅是因为我不明白 它背后这个控制逻辑 所以的话 那我这个东西我听完之后 我知道了 我要控制我的 但是最大亏损 那你也可以去做 这个我觉得这个世界上 任何事可没有绝对的 任何事没有绝对的 是每个人啊 根据自己的情况 根据自己现在积累的东西啊 你可以做一些选择的 那么进场的话 你看我们那几种模式 前面讲的那个三种模式吧 三种模式 转折点 我们通过周线去 找这个双底啊 或者支撑阻力啊 这样的2B啊 这样做法 其实它的本质上 它也在干啥 它也其实在 很大程度上 它是限制了 你的交易次数 知道吧 包括我们 你不管你用三十均线 还是四十均线 还是你用个 大小均线这个交叉 还是双均线过滤啊 它都是在限制你的交易次数 包括我们这个 看大周期 我们前面说的 就是我们 最少我们是要看一个 60分钟上 这是我的建议啊 我们要看一个60分钟 或者日线 我们去做一个 我们去跟踪一个 这个爆点行情的话 其实你看 它这是背后的核心思想 它都是要限制 你的交易次数 这就是我们进场 最核心的一个逻辑 我觉得这是背后的思想 背后的思想 就是行情有限 所以一定要限制 你的交易次数 所以进场 其实你说来说去啊 我觉得背后 其实就这一句话 你把它彻底 彻底理解了就行了 但是最后说 我怎么样 再去更多的 去优化一些东西 我觉得这个就是 要一个 不管是我们这个 进场啊 还是止损啊 我们其实都有一个 有一个损耗补偿机制啊 这个到后面 我们再讲 就这些年我就 我就发现一个 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 就是很多人啊 他这个学交易啊 他就容易陷入 这个技术的这个迷雾里面 技术的迷雾里面 为什么他们会有 这样的思维啊 为什么会陷入 技术的迷雾 这种现象里面 这种表面的东西里面啊 就是因为他不理解 这些东西的背后的原理 所以他以为这个世界上 有一个所谓的客观的技术 客观的技术 可以解决 这些问题 是吧 当然 而且这个啊 因为有些技术啊 他确实他从一个 因为他符合了 这样的一个背后 这个思想啊 他确实表面上是 他是能 他确实能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很多人 因为在解决 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啊 他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 所以他就非常容易 陷入了所谓的 客观 技术 或者 精确的一个技术 这要是思维陷阱里面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你趋势线 当然你看看日线的趋势线 你画 因为他符合了这个 这个逻辑 所以你这种模式 做交易 他是可以的 他能获得 概率优势的 但是我们很多人 不明白他的原因 是因为这个原因 是不是 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他就会纠结 去限制的这个趋势线 可以这样化 还是这样化 还是这样化 就限制这样的一个 迷雾里面 那其实有的人 他哥们 他不是用趋势线 他就用一个冲线 做交易 照样没啥问题 捧之上他两个 没有什么区别 我认为 因为他都是一个过滤行情 他就是限制你的交易次数 是 你的交易次数限制了之后 因为行情有限 你只要这样玩 他总有行情出来 让你能跟踪到 他背后的 所谓他背后的底层的思想 其实是没有区别的 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大家喜欢 好像这些东西 看着更 好像比较高大上 是吧 其实这个有啥原因呢 因为话局实现 每个人讲的 讲话这些东西嘛 头头是道是 好像觉得 好像技术更高升一点 人嘛 都有个迷信的心理嘛 觉得 觉得好像复杂 高升的东西 是不是更管用上 其实这个也 都不是绝对的 很多人啊 他有些人 他就用一个单身线 交易做的 也是账号非常好 本质上 他我觉得 他没有太大的区别 是吧 这个都是一个 个人习惯的问题 我们首先 不要限制到这种技术 迷技术 这种思维方式里面 呃 特别是 好像 呃 我们不要限制到这样的思维方式里面 我打开我们这个思维 要看见他背后的核心的东西 是吧 为什么刚才讲这 还是要讲 重点 就是我们强调一下这个东西 因为止损啊 他也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 呃 我们很多人就是 可能这个 对止损上面呀 很多人啊 其实 是非常纠结的 是吧 很多人对止损其实是非常纠结的 呃 因为 因为他也是 他以为这个止损啊 就是 哎 我可能画一个什么样的 嗯 就是我用一个什么呢 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形态呀 是吧 形态止损啊 或者我用一个什么 我用一个这个 十五分钟K呀 或者六十分钟K呀 去止损 这好像都是比较 好像这点点都是比较客观的 是吧 其实 止损啊 从这个呃 根本的这个原理上的来说啊 这些东西啊 也没有客观这一说呢 你他只是一个 他只是一个你找的一个 止损的一个 就你把这个点只是 作为了你的一个依据而已 哎 因为虽然它是个数学逻辑 最后我们还是要找一个依据上 哎 很多 其实很多人讲的 他只是在这个点找到一个依据而已 哎 那你为什么很多人 他哎 他可能用 假如说他用这样的一个 呃 形态止损 他是能够获得 他能够获得这个止损的一个 呃 就是数学上的一个概率优势的 为什么他能获得 其实本质上什么 本质上原因是因为他这个幅度啊 他这个幅度 他满足了 他正好能容纳一部分 好的情态无序波动 是吧 所以他就能获得成功率 那如果你这个形态 假如说 假如说啊 假如说是个一分钟的情态 特别小 那你的胜率必然就非常低 那你是五分钟的话 你的胜率就会高一点 那你用假如说用六十分钟 呃 可以止损 那你的胜率可能 基本上是要这种胜率 你能达到40到50 那为什么 那你用一分钟假如说呆可以止损 那你的胜率肯定非常低 是吧 你用十五分钟 他比一分钟 呃 胜率高 但是比六十分钟胜率低 他不是这点点 有 有多么重要 是因为越大的周期 他这个点 他的幅度往往是比较大的 是吧 就是你止损的幅度 我们叫平均的止损幅度 哎 大 哎 因为幅度大 那你就更加的能够包容行情的一些啊 无序波动 是吧 这就是他的背后的一个原理 那么真正的核心啊 我觉得止损他就这样的概念 就是我们假如说把一天的这种 呃 我们把一天呃 假如说我们这个日K上 呃 这就是这个日K的ATR就是豪情一天的平均拨幅马上 呃 那我们想象一下 就是假如说 你的止损 你过 你纯粹从数学上面看 你从0.9 哦 从0.1 到0.9 之间的这个ATR止损的话 这个我是在哪一天 我的那个直播里面 我好像讲过这个东西啊 呃 那就是你越小啊 你越小的这个波幅啊 呃 你的胜率必然是越低的 你越大的波幅 波幅 你的胜率必然是越高的 啊 这个 这个我觉得才是一个止损的 他背后最核心的一个逻辑 他就这个东西 就是个 就是个数学上的一个逻辑 是吗 啊 那为什么说我们在图形上面 我们找了一些点之后 他也管用 啊 这个就跟刚才呀 呃 我们讲那个趋势线和军线 它是一个道理 因为你找到这个图形的逻辑 他正好他有可能你平均下来啊 呃 举个例子 呃 可能你找到那个图形啊 就假设你个 呃 我们不管是这要的形态啊 还是这要的单k线 这个 这个高低点上 有可能啊 你正好你的平均止损幅度 有可能假设正好是0.4个ETR 是吧 假设0.4个ETR 那么你0.4个ETR 你朝下去 你基本上很可能 你就是有30%多的胜率 是吧 啊 你30%多的这个 这个胜率 是吧 啊 因为他正好满足这个数学 数学逻辑 啊 所以的话他也能产生了一个效果 呃 但是就是我们如果不理解这个 它是一个数学逻辑之后 我们在研究这些技术的时候 就是我们很容易陷入一个 就在技术上面解决 就在技术上面 呃 就不断去研究技术啊 就不断去 研究技术 想 找到 一个 呃 所谓的所谓的什么 最优解啊 所谓的最优解 啊 那这些年 嗯 我就见过好多身边的朋友吧 那么他们去 呃 怎么去研究这个止损呢 嗯 就举个例子 他可能啊 呃 去给行情给了个0.1 或者0.2的这个 0.2这个 ETR的这个止损幅度 是吧 呃 就是他找的小周期嘛 他可能就给了这么一点 止损幅度 哼 他还想去研究几个 他还想去研究几个 他还想去研究几个胜率 那你0.2 0.1 0.2的 这样的个幅度 那你的胜率 必然就是 北风十道 二十之间啊 是吧 这是没有 这是这是个数学上的东西 你没有 你人是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 那么他在这个地方就琢磨了 可能 有的人啊 他就在这个地方 就是琢磨了这个五六年 是吧 就白北浪费时间 是吧 啊 白北浪费时间 是吧 啊 因为你这么低的胜率嘛 呃 你坐下来你就为人了 就非常容易崩排了 是吧 那么当他崩排了之后 他会觉得 呀 我这个地方 我的技术还不够精进 呃 第二个他会说 呀 我这个 我这个心态呀 控制力还不好 是吧 但是他其实 他就没有明白呀 你对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面 你怎么去研究 你怎么去执行 最后的结果 他一定这样的 是吧 因为因为你的胜率这么低 你最后你导致 你一定会崩排 谁去做都会崩排 别 是吧 啊 这就是 这 这就是我见过 我很多人了 真的就是这样的 哎呀 其实当你 呃 呃 他就这样 就是这里面就是 哎呀 就是就是反复的 这叫折腾着嘛 啊 还有一些人的话 就是他 因为他不理解 这个背后的 这个数学逻辑的时候 他就是永远 他总想通过技术的研究 他找一个所谓的 呃 所谓的客观啊 啊 所谓的这个 呃 所谓的晚 所谓的什么客观的止损点 这些东西是吗 哦 就是我们明白了这个数学逻辑 他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吧 就是我们不会在被这事儿技术的东西保驾我们了 他是我们的工具 我们用它 我们明白了这个原理的话 就是举个例子 呃 假如说我承受了这个 30分钟 K线的这个止损幅度 是吧 那么我们大概知道一下 30分钟K线的止损幅度 呃 他的胜率啊 因为这些数据 我基本上我都研究过啊 那么他的胜率 哎 就就就就 基本上就是能超过 嗯 哎 能能能能能能这个大于30% 那我们明白了这个原理之后啊 呃 就是假如说我只能承受这么大止损 那我那那我们就就明白了这个这个数学上 我们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啊 呃 那我们的这个 我们怎么要去研究 呃 我们的胜率可能就是个30%到35左右 他大概可能就是这样的个呃 概率分布上 呃 那如果我愿意 我如果不想承受更大的止损 那我就要接受这样的一个胜率的这样的交易模式 我去做都行了 因为你胜率低 他成功了之后你的盈亏比高 哎 最后只要我能正常数据行了 就这个地方我不用得折腾 再去研究了 哎 那很多人他就是他本来他就承受了这么小的个止损 你注定你的胜率就这么低 他就反复不断在这研究 找各种技术啊 研究各种技术啊 就想办法在这个地方还要把胜率提高到百分之四五十 那不可能的事呢 就我这些年我见到我 呃 很多人啊 就是他们都是要去研究交易 哎呀 研究自己到最后 就说就是疲惫不堪啊 就疲惫 不堪 心力 憔悴 你什么 真是这样的 啊 这就是我们大家就是不明白这个不明白这个道理 不因为不明白这些东西他后面是个数学逻辑 然后他不断的去想找别人去请教啊 是各种研究各种技术想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这些东西你明白了这些原理之后你就知道他是无解的 哎 战胜这个市场的本质的一个数学上的一个概率 嗯 本质 那是不可能的事 他说我们明白了这个原理的话 那如果假装 我觉得 我的止损啊 我的止损 胜率只有百分之三十多 我觉得这个胜率 我不特意满意 我不特意满意 因为执行的过程中我觉得压力有点大 我不特意满意 我想把胜率把高提 我想把胜率 往百分四十 我想提到百分四十以上 那我怎么办呢 看我们明白了这些东西之后 你看 我们都有 我们就非常简单了 那我把止损往上 我把这个止损幅度往上提嘛 那我怎么提呢 那我怎么提 因为你提了之后 我们还得找一个客观的执行点 不是找一个客观的执行点 我们还是要找一个止损的依据上 那这个只是因为我的三十分钟 我找了个依据 因为三十分钟 他的波幅有限 所以他没法容纳跟他的 他腾腿不了行情的 更多的无需波动 所以他胜率偏低 那好了 很简单 那我打 我把他是不是 我往六十分钟挪一下 他的胜率就会高了 我们明白了这个原理之后 你发现没有 交易很多时候 我们说这个胜率啊 盈亏比啊 这些东西 我们明白了背后的 这个底层的这个思维了之后 他很多时候就是个选择问题了 那我小条路四十 我就用六十分钟去做 我在六十分钟 我找一些依据去做 当然他有 他有时候可能 他可能 有时候可能偏小一点 有时候偏大一点 这个不关键 这个不重要 我们就是看一下他的 就像这个日线ATR 我们看的是平均下来的 一个大G的波幅 因为平均下来之后 大G这个数据 也就是一个差不多嘛 因为他是个G率嘛 那我 那我 把他往大的 我在更大的周期上 我找一些 我找一个止损依据 那是不是 我容纳行情无需波动能力提高了 那我提高了之后 我的胜率是不是也相对应的 就会提高一点 一般就是 到六十分钟的话 我们的胜率 也基本上能达到一个 百分之四十以上 就 因为这些数据 我基本上我都是 我 你想我研究这么多年交易 这些数据 我基本上我心里面是 非常有数的 我告诉大家 这个数据就行了 因为我本来 我可能 与我以前这个 从事这个工作有关系 本来就是学计算机的 我对这个数据 我是比较 我比较相信这个数据 我比较相信这个客观的数据 我不相信人的感觉 所谓别人说的盘改这些东西 我不是很看重这个东西 起码 你不能说是我盯了这么长时间 我没有盘改 但是我不特意 因为这些东西一说 它就没有 怎么说了 你盘改吧 这个东西你咋说都对 你 所以我 我的交易里面 我更多的 我是看这个 我是以这个数学思维去看交易 或者以更多的 以数据去说话 那么60分钟 一般情况下 就我们的胜率能达到百分之四十 你好一个话 可能就是百分之四十五 到五十 这都有可能 那么我们再少一点 假如说我们用两小时的话 我们的胜率 基本上能达到百分之五十了 就平均下来 我们的胜率能达到这个程度了 这就大概的 我们说这个数据 大概这个样子 所以为什么 我之前我一直建议大家 就是用这个用一小时去去为一个 一小时 为一个我们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操作的 这个特别是一个一个一个周期了 因为一小时这个图啊 他他这个 他正好啊 他这个胜率分布 他大概是在四十左右 是吧 四十左右 他正好 因为我刚前面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我多年的经验啊 这数据 可能会有一些误差吧 但是我觉得大差不差啊 因为对大多多数人来说 就是四十以上的胜率 他的执行舒适感是比较强的 是吧 就是三十的胜率也可以 但是很多人可能执行起来 他会觉得比较 呃 中间可能体验感不是很好 啊 包括你就是二十多的胜率也有人用 嗯 但是至今为止 我没见过二十五以下的 可能三十稍微往下一点点人 也有人能做的不错 嗯 但是这可能对大部分人啊 他做的过程中 他的他会很痛苦 是吧 那种感觉可能会会非常差 哎 为什么就是因为一个小时 他这个 这个周期 他的胜率基本上就能达到四十啊 哎 这个就是能 就符合大多数人的心理感受吧 只能这样说着了 这就是个止损啊 就是我们我们把整个这个东西明白了之后啊 你当然你说我我明明我们把这个东西数学这个思维啊 我们我明明了之后啊 你不管用中枢啊 用形态啊 还是你用这个 你用这个单K啊 直层 本质我认为 它其实只要你这个 你这个中枢啊 你给它一定的幅度 它最后它其实满足了 这个数学上的一个 一个概率上的一个逻辑 其实都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这是工具嘛 所以我一直我得强调啊 我一直得强调 就是技术只是一个工具 背后的原理才是核心啊 是吧 所有的技术 只是一个工具 是吧 去背后的逻辑 和认知 背后的这个逻辑 认知 才是核心 因为我们明白了 因为你有这个背后的 整个这个逻辑 认知的情况下 你也知道这个技术 别人假如说 给你讲了一个东西 就举个例子 他给你讲了一个 他用五分钟做 他用五分钟做 但是 他的胜率也可以 但是他 但是你最后你发现 他用的五分钟 他是这样做的 他用五分钟 可能他是用的五分钟 中枢做的 是吧 那你想一下 一个五分钟的中枢啊 很可能就是 一个小时的这种 单K的一个幅度 是吧 那你要知道 哦 因为他这个中枢的幅度 平均大概 他能满足到一个 可能0.5的ATR 是吧 他可能 他可能大概能满足 这个0.5的ATR 所以他的胜率 也能达到可能 50%左右 你一下子 是吧 你看任何人 跟你讲交易啊 他一说他的技术 你马上都看到他的问题 他的问题 或者他为什么 能够有盈利 你一下子就看到 他背后的东西了 是吧 好多人 他自己虽然要做 他自己可能有可能啊 他都不明白 背后的原理 但是你一把这些 认知东西 你解决了之后啊 你一看 一听 你都明白了 那可能有一个人 他也在跟你说 我也在用五分钟做 但是他可能是用的 假说 一个五分钟的单K 去止存上 他可能用一个 五分钟的单K 去止存 那你 那你要知道 他这个交易 他的胜率 肯定是极其低的 是吧 因为五分钟的单K 那可能只有一个 很可能只有个 0.2个ATR 或0.1个ATR 那他根本就不具备 这个概率优势 不是说概率优势 不具备这个胜率上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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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优势 所以你知道 他的交易 他肯定很容易崩排 你都不用再去 你你根本不会 得相信任何人 跟你讲 所谓的这五分钟上面 有一个非常 呃 非常牛逼的形态呀 或者非常完美的 一个 一个东西啊 进去就是 这种小 他能够抓住 一波好情 你找你把这种东西 你都认知 有认知之后 你根本不会 你不会再去迷恋这种东西 你也不会再相信任何人 跟你讲这些东西了 是吧 哎 这就是为什么 就是啊 你看我们之前 我在那个直播啊 呃 我我我我前面 我还好 我还在快速快速快速上面 我直播过 呃 一次还两次 哎 包括我 我可能在咱们群里面 或者很多人啊 可能问我交易的时候 我其实很多人啊 他一说这个交易啊 他一说他交易 我马上我都能 我起码很快 我都能知道 他的问题在哪 哎 他说几句 我就知道 哎 所以那天 又快速上那个群里面 一个朋友 说嘛 说 我说我这个 像这个老中姬 这个给这个 看病一样是 好 一好妹就知道 问题在哪 那什么原因呢 其实就是因为 我对这些问题 认知我是非常清晰的 是吧 我对这些 他的背后的底层的东西 我明白这个道理 哎 所以算很多人 你自己 你还 你自己可能 你让他做 虽然这要有效果 但你都不知道为啥 但是 可能 我一听 我比你自己 对你自己 可能更了解 是吧 哎 所以你的很多问题 我一听 我都知道 你的问题在哪 哎 其实就是这个原因 是吧 哎 这就是一个 止损的一个 哎 止损的一个 他的一个 他的一个逻辑 就是一个数学上的一个逻辑 包括我们的进场 他也是一个 他也进场的背后的逻辑 他和他和这个 他和这个不太一样 进化的一个逻辑 其实就是要少做 少做的背后的一个思想 那就是 因为行情 行情的波动 是有限的 我们只有 越少的进场 我们最后才能产生 才能获得 这个 这个比较高的这个胜率 是吧 哎 这是他两个 这是他两个 这个这个 这个背后的一个 背后的一个核心 那个核心的一个认知啊 啊 好 那么今天这个 今天我们这个课 只从这个 今天先讲到这里 好吧 还有个细节的一些 因为关于这两个东西 其实可能要阐述的东西 还是比较多的 我觉得 啊 我慢慢说啊 先 大家先 先这要先认知吧 哎 一些具体的东西 我们后面慢慢慢慢再讲 好吧